迪英与孙鹏儿子涉控席被捕 台北逊,台译人迪英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孙华,18岁,因扬言要在5月1日扫射就读的美国高中,遭警方逮捕。 此案将在4月11日开审,孙华获准以10万美元,约13万新元,保释。 孙华是在去年到美国以交换生的身份,就读邦纳普伦德加斯特天主教高中,迪英接受台湾三地新闻访问时证实,在美国被捕的孙安佐,恩托桑尼,正是他的儿子孙华。 迪英声称此事是儿子与同学耍嘴炮,开玩笑,说,我会开枪,不料因此闯祸,迪英认为就这样而已,本是一件小事,我们台湾记者在干吗? 当地警方表示,孙安佐上周试图用X上网搜寻,如何购买AK-47GAR-15两种步枪,2月还带了一枚大口径子弹到学校,同时在网络分享一段自己戴面具,手持火焰喷射器的影片,警方怀疑他计划恐怖袭击学校,27日下午把他逮捕。 警方事后也在孙的房间,找到一件军事防弹背心,和携带子弹的背包,加装瞄准器的强力十字攻击7支弓箭,可用于AK-47GAR-15的装卸支架,289毫米子弹等。 不过,孙安佐否认恐攻,变称只是开玩笑,迪英,子弹握定的。 迪英对台湾苹果日报称,他,儿子,一支枪也没有,揭示儿子的子弹是他从网络上订的,再亲自送去美国,因为儿子爱去俱乐部打法,他强调,这些在美国都是合法的。 至于防弹背心,他解释是儿子喜欢这些配备,励志要当反恐小组成然,并透露儿子已申请到美国百大名校之一,祝秋犯罪心理学。 万圣节玩具 迪英重申,儿子只是开玩笑,房间被搜到的铺枪,只是万圣节的玩具,是去年从台湾带过去的。 目前此案件交由律师处理,迪英也火速飞美搭救儿子。 18岁的孙华在台湾时,就常跟父亲孙鹏去打靶。 迪英曾说,儿子超级护母心切,常担心他遇到危险。 有一天,儿子跟父亲打完把回到家,马上跑到厨房关心他,妈妈,家里有什么风吹草动吗?还曾语出惊人要买枪保护妈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